夢想街57號 全門事務所 買了房子總是要裝潢 但小心喔 細節又會有魔鬼 在哪裡 在天花板裡頭 這天花板材料被換掉了 該怎麼辦呢 講到材料 其實材料小心 同名不同種 你以為你買到的是 這個國際品牌 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今天都要告訴你 還有木地板的種類 白白種 但是價格卻會差到三倍之多 這品質方面有沒有差異呢 好 今天我們節目要告訴各位 設計師不會告訴你的咪咪 好 各位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到的是 我們蔡米江 蔡總 還有我們室內設計師許祥德 還有木材專家黃守聰 以及室內設計師陳振誠 還有兩位美女 韓竹以及湘華 歡迎您 好 剛剛菁英有特別提到 今天要告訴我們 裝潢不為人資的秘密 有特別提到的就是一個 就是天花板 我們今天要帶各位觀眾 從天花板開始看起 不過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情 是位在高雄的 對 這個高雄的這個廖小姐 發生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情況 我們大家都住家裡 你看看這個房子 請問這場來賓還有觀眾 你覺得這房子有沒有裝潢 有沒有 清雪哥你覺得 這應該沒有吧 很亂沒有對不對 你覺得好像在補土而已 挺多補土 然後管線還外露 好像在施工當中對不對 那這位廖小姐呢 她已經付了九成的工程款囉 已經付了207萬元 這個應該 照我到底在講 應該要完成九成了吧 結果因為她是市帳朋友 為什麼一開始付這麼多錢 她想說因為我看無見 我為了表示我的誠意 我趕快把錢先給你嘛 那場這個裝潢的工人 這個包商呢 她也一直跟她說 趕快先給我錢 結果沒想到 這個才完成大概六成而已吧 她買的是中國屋 結果付了207萬 只有這個樣子 那怎麼辦呢 而且最後這個包商 還完全找不到人 她怎麼 她想說 我只是想要求一個 犧牲之所 那現在怎麼辦 連家都沒有 她還有一個三歲大的小孩 她只好暫住在親戚家 那後來報警之後才發現 原來跟她同樣有案例的人 還有三個耶 好 這樣子的裝潢糾紛 其實是非常常見的 我一下韓族 妳有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類似 其實我覺得講糾紛是不至於 但是可能很多人 都會有相同的經驗 就是妳找的是朋友的設計師 對 想說比較好相信她 但是裝潢完之後 連朋友都做不成 我覺得這樣 我聽過很多人講這樣的例子 那像我自己呢 有一次也是說 我們想我把家裡的裝戶 把家裡的浴室 想把它敲掉 做大一點 做漂亮一點 舒服嘛 結果呢 我就找了一個 也不是很熟的朋友啦 然後呢 裝潢完就更不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像設計師有時候 他們可能專業夠 但是不見得很貼心 所謂貼心就是說 我記得我跟他講說 我們的門啊 廁所的門 浴室的門 想要是那種不透明 霧霧的啦 我講的就是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霧面的那個感覺 對 就若隱若現就對了 對 就是總不可能是一個透明玻璃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設計師他就說 喔 好 知道了 但是結果一裝潢完發現 我那個門啊 是半透明 是黑色的玻璃 為什麼 其實我心裡想要表達的是 所謂的霧波 可是呢 我就講了 可能我不會講術語 我就講說 喔 就是那個看不太進去 就是有點黑黑的 有點噗噗這樣子 所以他給你做黑波 對 所以其實黑波還是可以看進去 就像車窗一樣喔 所以黑波 霧波 不清楚 就是其實認識不夠 其實我覺得就是 可能設計師要貼心一點 就是他可能跟你百般確認 或者說直接給你看 看圖片 看照片 因為現在其實 發線 發什麼 都可以很快的確認 那個韓祖提到一件事情 他找的是朋友 朋友介紹 或是介紹的朋友 他可能不熟 但是他會去告訴你說 他做過了哪些案子 但是問題是說 他認為的廁所 跟你認為的廁所 講真的 是不一樣的 是落差非常的大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大家在找尋所謂的 設計師的時候 應該從幾個面去 第一 你裝修的規模 到底要有多大 那你所要裝修的這一個部分 到底是不是 室內設計師 或是室內裝修工程公司 所可以去承攬的 然後你再去做決定 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 不過說實在的 像廖小姐這樣子的話 兩百零七萬的一個裝修費用 基本上已經不算是小的一個規模 如果他全部繳完的話 搞不好是三百萬四百萬的 這個裝修的費用 其實不算是太小的一個裝修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裝潢的費用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估算才對 而且還怕是被追加費用 最怕的是被追加費用 所以這個裝潢的費用 到底該怎麼抓 有人說呢 新成物的部分 你好像應該要抓平均一坪 大概六到八萬 或者是房子的總價來算的話 大概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那也有人說 中古屋的話 你要平均是八到十萬塊 因為還要包括拆掉 可能要拆掉隔間 然後一些改造等等 比新成物還要多出了 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 新成物六到八萬 做的會不會太貴了 我覺得有點貴 是這樣嗎 請問一下 有一點高 是有點偏高 偏高了喔 對 基本上來講的話 做室內裝修來講的話 主要重點是 剛剛就我們那個設計師說講的 聖雪設計師 因為設計師的種類 其實也分了很多種 有人裝工類是老屋翻修 有人裝工所謂的新屋裝潢 像這個看起來 好像是改良版的工業風一樣 沒有六成 好像六成是 實際成本 三成是設計會一樣 因為這樣的工班 這樣的設計師真的也很多 也號稱設計師真的很多 對 從古屋來講的話 所謂老屋翻修來講的話 畢竟假例就是 有些老屋翻修甚至結構 都要做補牆 這些都有可能 那既然老屋翻修 當然是比較說 能夠多重的彈性的 去調整他要的空間 那所有徹底 把整體的規劃重新再調整 包括什麼綠建築 包括這些東西都可以考慮進去 可是反過來 重點在這裡 老屋翻修說要做的設計工作者 基本上來講 他各種的一些食物的法則 都非常要非常的夠 他有辦法去做這個 所謂老屋翻修 好 我們剛剛專家 有特別提到了 估價的方式 您要注意到的一個細節 但是請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趕快抬頭看一下 你們家的天花板 你們家的天花板 到底有沒有出現這些現象 哪些現象 看到有沒有變形崩裂 或者是游擊滲水 你看到那邊牆 整個有那個水漬的痕跡 或者是天花板上出現了 水珠它冒汗 水珠像在冒汗 太熱了嗎 好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 這樣的情形 表示你家的天花板 可能當初在十多年前被動手掉 怎麼講十多年前呢 因為十多年前 其實那個細酸鈣板 跟氧化美板剛開始 就是氧化美板 細酸鈣板剛進到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就覺得說 應該用比較好的細酸鈣板 可以持久 但是因為細酸鈣板 跟氧化美板長得太像了 所以有可能你買的時候 是這個細酸鈣板 但是用的這個建商 可以偷工用料是氧化美板 但是當下是不會發現的 十多年後就會出現這樣了 剛剛那個經濟好像在繞口裡 細酸鈣板 氧化... 細酸鈣板 氧化美板 但是說真的 我們哪知道這些 對 我們怎麼會知道 那個...小宇宙 小宇宙妳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剛剛聽這個 我也不知道哪個好 好 來 我們趕快請徐老師來告訴我們大家 你坐實在我們都搞不清楚 我們請徐老師 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我們一般會看到的這個天花板 怎麼會出現這些現象 到底出了哪些問題 其實說真的 氧化美板我倒是還滿懷念它的 懷念 現在也找不到了 現在都換成細酸鈣板了 對 因為都是細酸鈣板 因為其實在90年代的時候 在更早之前 就是給威爾康斯堅哥知道吧 台中的威爾康刊廳 很嚴重 後來演出到最後結果大家說 我們這樣做設計從業人員 就開始追求所謂的防火建材 防火 再開始要注意這個防火的部分 到時候開始就有出現什麼 細酸鈣板跟所謂的氧化美板 說氧化美板說實在 它真的是一個防火建材 甚至於是應該用在 它也屬於裝飾性的一個建材 後來 剛好因為有些商人就認為說 剛好是價錢一差 一差子將近快一半 差一半 快一半 所以就是氧化美板比較便宜 它是那個細酸鈣板的二分之一價 幾乎快二分之一價 那現在為什麼不再用了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因為它本身來講 它氧化美板的特性 它總是講義就好 它不透水性的情況之下 而且它材質的成型過程裡面 它其實混雜的不是水泥系的材質 所以你剛剛講透水性對不對 就算它透水性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說細酸鈣板 它是屬於水泥性的材質 那水泥本身來講的話 它比較有這個 所謂的透水性的問題 吸水性的問題 就是會吸水 對...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實驗對不對 你參考看看 這個是細酸鈣 氧化美的話 它的吸水性就不好 所以會出現水株凝結 對... 但是呢 細酸鈣的話 就吸進去了 而且很快就乾 你看 馬上就乾了 對 好快喔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那這樣子它吸水吸到那個板子裡頭 對於板子的本身 並不會產生任何的傷害嗎 對 比如說它會吸到水裡頭膨脹 因為水泥東西 就像會呼吸的小孩一樣 說真的幾乎 像那個水泥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外面的外起來 都用水泥做的 基本上它會吸 吸進去之後 相對它會受到一些 室內的溫度來做調整 你說它屬於會自我調節的一個材質 反而是吸水性要好 要注意這個吸水性 所以我們只要注意它的吸水性 所以細酸鈣板哪一種都OK嗎 對 都是好的嗎 其實上來講的話 細酸鈣板的話 其實說這一句話 本身來講它也是一些 我們先講這個 左翼剛才說的產地的部分 好 來 我們給各位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這三塊板子 大家猜一下 哪一個是日本的 最好是我認識它 有人會知道嗎 誰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對嗎 像剛剛講的細酸鈣板 或是氧化美板 我可以做實驗嘛 淨掉的時候就先做實驗 對不對 那其他的咧 上華猜得到嗎 感覺應該會不會是那個 有點灰灰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白白的很不自然 看起來就是比較抽象 所以我會覺得 長灰灰的看起來比較有質感 你說那個 他說那個比較像日本的 那個比較日本 那上華呢 韓竹呢 那我就想 應該是白色吧 白色感覺比較 潔淨純白高檔 所以你應該覺得 比較純白的是對不對 所以說真的肉眼看得出來嗎 其實看 我覺得說實在的 你如果沒有仔細看的話 這根本都是一樣的 我就算仔細看 我也看不出來 其實都一樣 所以等於就是說 裝潢 其實就常在這些 你說我要用細酸鈣板 但是裝潢師傅 或者是設計師 把你用到的是 日本的 中國的 台灣的 英國的 美國的 你根本都不知道 那怎麼看 基本上來講的話 一般來講 一般我們在做工程的時候 都會跟這個工班 或是廠商直接講說 我們用的材質是來自於哪個產地 用於中國製造的大陸 中國製造台灣的 甚至於到日本的 基本上來講的話 像我們現在用的話說 比如說我們講的是 日本的所謂細酸鈣板 相對的 有時候 有些工班就比較說 受到一些建材的引導 建材的引導說 用一個不錯的 也是日本技術合作的板子 叫做中日什麼這些品牌 哪一個 對 重點在這裡 其實這個講 中日日本合作的是哪一個 是這一塊 好 來 這一個 你猜對一半 它是混血兒 它是混血兒 是 它是混血兒 對 因為這個講實在的 因為畢竟有時候這些工班 就是建材養的引導說 都是日本的 日本是哪裡來的 對啊 是日本中日技術合作 中日這樣再仔細再看一下 它裡面有一個陳述 就很明顯的 就是中國製造 那是使於中國跟日本 一個技術的工作 但我看還故意寫文 對 無法我們 對 基本上來講的話 實際上這個他就不敢騙了 如果騙下去的話 就比較誇張了 所以等於是我每個進掉進來 板子背面都要自己翻 其實一個設計工作者 一般來講的話 在現場監工的時候 就要做到一個盜運上的責任 基本上來講 一定要做所有這些紀錄 跟牌照診證 憑良心就對了 對 好 這個是中日合作 那接下來這個是韓族的 韓族猜的 我不敢看 這個是哪裡的 這個就是如果沒有錯的話 大家注意看一下 這就是日本的 他有字 有字嗎 哪裡 而且他寫英文耶 怎麼會日本人寫英文 而且他有寫中文 奈然一擊 也是寫奈然一擊 所以是最擺品質越好 是這樣子嗎 沒有 要看品牌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品牌 像這個日本歷史來講的話 一般來說 上個設計師來講 我們都比較喜歡用它 畢竟講一聽句話 它板材的密度性也不錯 它本身表面的平整度也非常好 在施工塗裝也非常漂亮 我只能發誓 這一段真的沒有C過 真的沒有C過 我就直接猜 你就直接猜 而且我看那個 我們的距離 我根本看不到上面有字 對不對 那韓族眼光很好 真的 那這兩塊的話 價差會差到多少 Q塊大概兩倍 它有混血 還有日本血統 也還是差到快兩倍 對 那個呢 這一個呢 這個是我們目前台灣製造的 台灣製造的 台灣的也不錯 現在MIT越來越發光了 基本上這樣 技術已經越來越純熟 甚至於幾乎要追上日本了 畢竟講這個國彩的東西 畢竟講它在品質上要求 畢竟也都比較偏向 台灣適合了海島型氣候的板台 去做研發 目前其實台灣很多些國產品 都用得非常好 價差 價差差了100多塊 一片差了100多塊 一片差100多塊 所以國產其實也是跟日本有得拚就對了 對 技術其實已經追上來了 可是畢竟大家想說 就是對方的比較好 日本比較好 所以才是這個迷思點在 對 但每每都是 都是這個這樣的 立式的品牌 那還有差別嗎 這立式有沒有分品牌 立式就是直接跟設計師講說 我要用立式就好 還是說 光是立式也有分很多則 立式其實說這一句話 對 譬如真正立式來講 日本在做的時候 他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立式的國家 這個品牌下去做 可是台灣也是 立式曾經 日本立式曾經 有一段時間是斷貨 後來他就是跟台灣的 一家製造公司一起合作 並產生所謂的日本的立式 其實是變成台灣立式 這不來講的話 目前來講也是一樣 都是立式的品牌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立式的話 其實還有分很多種 有日本字的立式 有台灣字的立式 還有中國字的立式 是 差別在哪裡 在價錢 價錢 那怎麼看呢 對啊 怎麼看 我其實都長一樣 我如果看英文字 LUX LUX 這個有中文字的立式 我覺得不會分了耶 怎麼辦 基本上講的話 一般來講 我們常常看的話 基本上 正正日本立式 這個是一個所謂日本國式 它一定會上面做一個 很明顯的標示 就是看這個漢字寫的 對 一定會寫的 對 至於說像這個聯合的話 基本上來講 基本上就是 我們台灣製造的一個板材 那這個可能就是 我們所謂中國製造的板材 就開始出現了 是 所以要看到日本國字 這四個漢字 所以大家還是要 這個仔細看一下 但是我問一下那個 設計師 就是 天花板到底佔了這個 裝潢費用的總預算 大約是在多少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就講一塊板材來講的話 基本上它佔了這樣去 說純木座 新皇子純木座來講的話 佔了將近 是一到兩成到三成之間 那算是比例很高的 蠻多的 因為這個天花板 一做上去的話 其實基本上 裝潢你要擺設 或者是說你要直接住進去 基本上就都可以了 對 有天了 就已經有天了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它裡面的話 不是只有那塊板子而已 還包含了裡頭的這一個 腳料 腳料的話還分哪幾種 你說 目前腳料的話 種類大概就是常見的 但是這幾個種類 目前最常看見的 比如說所謂的石木 柳鞍 所謂的黃肉的 石木 對 基本上是傳統的石木 柳鞍木 那就是說 紅柳鞍 這不然講的話 現在重點就在這裡 其實我們先把它分開 這紅黃之間 重點一個地方 一般有時候會在這個 做一個藍色的處理 就像這一塊 這一個來講的話 各位看一下 做記號嗎 對 做記號 為什麼 這是做防腐腳材 防腐 防腐 因為這個為什麼叫做防腐腳材 因為木頭最怕是什麼 除了一個變形之外 最怕就是所謂的蟲害 對 長白蚁 對 因為它是有機材質 那白蚁很喜歡去咬它 那咬它的話 講現實句話 就幾乎是一個很大一個傷害點 那據說 建商就會 有一些廠商 就會去做這些所謂的 藥劑的處理 把這個腳材裡面增加 這些所謂的蟲害的黃質 就降到最少 其實這不是不建議這樣做 真正要做的話 要找真正的出蟲公司 去做所謂的蟲害處理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們常常看的蟲木腳材 一般這種蟲木腳材 都是用在屬於比較結構性的 像比如說定地板之類的東西 就盡量建議用蟲木性的腳材 然後會比較有承受力 這是一個建議點 所以那個 許老師你說的那個腳材 是不是 你說它要做到那種防蟲的處理 對 那一般的木工師傅會幫你做這些嗎 還是說這腳材叫來 它其實就已經都做了 對 一般來講的話 一般的時候就是廠商 就會跟 一開始設計師就會做建議 比如說用到什麼腳材 就要建議所謂的防蟲性的材質 對 一般來講建材人就會提供這些 防蟲性的材質 這個防蟲性的材質 說實在句話 說真的 本身那是有經過所謂藥劑的處理 或多少有所謂的化學性的一些變化 基本上來講 如果你不是用防蟲腳材 其實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可以找一些專業的儲存公司 做一些所謂的藥 所謂的塗裝的處理 這個藥可以撐很久 我如果要省錢的話 有什麼方式可以省 我能不能用其他的材質來取代 比如說有一些人的話 這個腳材的話 他可能用樹缸類類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 還是說一定非得要用木頭的腳材 其實說因為石木的東西是越來越少了 例如像當時有一些栽生林 栽生林的時候 供應的這些石木腳材 其實是來不及的 後來就出現所謂的基層腳材 基層腳材其實說就是甲板 它就是一層一層的壓上去這樣 對 壓上去這種腳材 這本身來講 因為它是基層性的關係 基本上它有一定的握合力 受合力一定是夠的 這叫基層腳材 因為它是一層的壓上去 可以壓出我們石木的不同的厚度 它可以打到一樣的厚度也是可以打到 可以量身訂做就對了 可以量身訂做 那另外一個呢 這是塑膠 塑缸 塑缸 其實給各位一個參考來講 目前來講的話 像這個塑缸來講 其實很多設計師捨不得用 為什麼 有些木工根本捨不得用 因為這一支腳材是 這一支所謂的腳材幾乎是 快三到四倍的價錢 塑膠腳材真的很貴 所以在這裡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重點 因為塑膠腳材一般都用在哪裡 浴室比較受潮的地方 所以腳材在不同的空間 用的材料材質也不一樣 所以它適合放在潮溼的地方來使用 對 因為我們在浴室裡面 都會有所謂的水氣 對 甚至我們在抽風的時候 在洗澡的時候 那個氣一直往上針的時候 那抽往上去 甚至管子沒有接好 那水氣就在裡面 那假設是木頭的話 只要一受潮 因為木頭怕水 怕水之後 就產生不同的變形係數 變形係數產生之後 就產生崩 像這個基層性也就會崩開 那石木型就會變形 變形 後來就講實際上 塑膠腳材這個 本身來講 所以目前來講 真的是用的人不多 真的是給各位一個建議 這個是塑鋼的腳材 我問一下設計師 那如果居住在比較潮溼的地方 它不是只有浴室潮溼 有一些地方山區 山腳下那一塊 像台北市最濕的 那是不是建議大家 就用那個全部的 那個房子的天花板的話 都用塑鋼腳材 可以整間都用嗎 其實我覺得現在找設計師 其實最好是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 其實設計師懂得怎麼去運用 在什麼樣的地方 氣候條件不同 去選擇用什麼樣的施工方法和材料 如果說像在新店地區 其實我們在施作的時候 天花板裡面 都會用現在所大家看到的 暗架天花和明架天花 如果大家不懂的話 就看自己辦公室的上面 那個叫明架天花 60公分 乘60公分 你可以看到一鐵劍 暗架就是說 它的骨架在裡面 然後它的面材在外面 融入在外面 所以變成說 因為鐵劍的部分 它本身在潮溼地方 它不容易去變形 所以我們可以去這樣 來選擇一個替代 不一定要回歸到 你面材要做什麼樣的一個使用 對 那這個跟商辦跟住家有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關係 就是住家很少人在用到這樣子吧 還是都可以用 其實都可以用 現在就是說廣泛 現在大家 在我們做所謂的居家的部分 都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因為它呈現的是 在外面呈現的感覺 它並不是全部 你選擇用青鋼架去 青鋼架天花去做 就會像辦公室一樣 其實不盡難的 是的 有了天之後 其實我們接下來 就要看到的是地板的部分了 到底地板霸霸款 你要怎麼選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全能事務所 對 我們剛剛講了天之後 現在就要來看看地了對不對 那地呢 一般家裡 要不就是用地磚 要不然就是用木頭 那到底每個人喜歡哪一種 哪一個好呢 先請問一下蔡總 對 這個風格決定了 當時我的家 因為坪數比較大了一點 所以客餐廳就要大氣 大氣的地板就是只有大理石 你用大理石 果然很霸氣 那個是非常的大氣 對 而且很漂亮 那個是義大利的嗎 對 國外的 國外的 而且大理石的尺寸也有差 我們改天有機會的話 要去那個蔡總家裡面 拜訪一下 好好來看一下 要來看一下那個大理石的這個 這個地板這樣 對 客廳 他們家到底裝飾會怎樣 那上畫呢 我自己現在也在看房子 我會想要用木地板 因為我覺得木地板 感覺起來比較溫暖 木地板的感覺不錯 好像很多女生喜歡木地板 像我也喜歡木地板 你也是喜歡木地板 你看木地板的感覺 這四個 哇 你看 這樣裝修下來 有沒有感覺 這樣就是很溫暖 然後很舒服的那個感覺 有沒有 我們這邊看到的好像都是木地板 對啊 可是你知道我喜歡什麼嗎 你喜歡什麼 我喜歡用磁磚 白馬磁磚 正材實料 順便放鬆一下 但是其實木地板 其實會讓家裡的感覺 真的不一樣 那我現在在講的是說 其實在家裡 講了天 講了地 地板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地板的這個選擇 會決定你家裡的整個風格 而且是決定風格的魚無形 你不一定要用木地板 我就說不管是你用地磚 或是用木地板 這樣看 因為其實說實在 不管是地磚或者是大理石的話 通常會有一種感覺 是冰冷的感覺 就像是上話說的 如果用到木頭的地板的話 女生好像就特別喜歡 因為它有家的味道 它有那種溫暖的一個味道 而且踩在上面的話 不會有那種冰涼的感覺 覺得有溫度 對 那如果說是 盛醫師你做過的案子裡面 比例呢 地磚跟木地板的比例 我做過的案子裡面 其實地板的比例還是比較多 比較多的 對 那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考量 是說 如果今天雙新家庭 其實回到家的時候 會面臨到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掃 那地磚現在坊間看了比較多 拋光石英磚 和所謂的超人魔地板 在打掃上面就差了非常的多 哪個比較 例如說你回到家 你希望是一個 本身是有一點點對乾淨 有敏銳度的人 那我就會建議你不要去選擇地磚 因為其實 台北現在生活的落成量非常的大 其實你回到家 就會感覺家裡面 永遠感覺起來是髒髒 而且你的腳底踩起來 也會有那種感覺 可是木地板也會有這種狀況 有種問題是有一種木地板 是它有點木紋的 然後我都覺得那個灰塵 好像卡在那個木紋裡面 而且那個木地板 如果是黑色的話 它落成會更明顯 對 所以就看不到 看不到就不會覺得心裡該叫 對 講到一個重點 視覺影響 視覺影響心情 不過我在猜應該有一半以上的人 可能大多數都是用木地板 不過這木地板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看 怎麼樣選 對 我們講到木地板的三兄弟 到底是要實木型的地板 還是要海島型的地板 還有一個叫做超耐磨木地板 這三個差別在哪裡 我們來看到這邊 好像真的實際上比較起來 還真的滿有差的 這個石木地板 一坪的價格 就要一萬二到兩萬塊錢 地板這麼貴 對啊 我都不知道地板這麼貴 一坪石木地板的話 一萬二到兩萬 一般家裡面大部分都是 我講小康家庭 大概30坪左右 你看30坪 光是這個石木地板的話 就要花多少錢 那如果海島型地板的話 大約是在7千到1萬 是 而且它的使用率 大概是目前45% 但最多人用的還是超耐磨 因為它價格真的比較便宜 真的是就是3千到6千 這樣差了大概有一倍 可是大部分的人 還是用到超耐磨地板 你看50%的人用到 然後使用年限的話 5到10年 這是超耐磨地板 對 目前 好 那 到底它差別在哪 到底優缺點是在哪邊呢 我們趕快請教一下 木材專家好了 我們請教 手衝 這個地板三兄弟到底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最多人還是喜歡用 超耐磨木地板 好 當然在選擇地板 我們有考量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設計風格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設計師 有提到的裝潢預算 這兩個面向去看 為什麼超耐磨地板會比較盛行 第一個當然它比較平價 它比較平價 而且一些商業空間 包括說餐廳 或者是說 比較要抗撞傷的一些 特殊的場合 工作場合就會用超耐磨這樣 那如果家裡有小孩 是不是也用超耐磨 小孩的話 如果說他會亂丟玩具 或者是甚至說有養寵物 狗狗 這些用超耐磨地板 它維護性是比較好 對 可是他只能用5到10年 你說使用年限只能5到10年 對 是 那就是看業主自己的選擇 然後去做不一樣的考量 這樣子 超耐磨到底可以超耐磨到什麼程度 我能不能拿個鑰匙 還是什麼來把它刮 哪一個是超耐磨的 超耐磨是哪一個 哪一個是超耐磨 所以刮都沒有問題嗎 我這邊來試一下鐵巾 你試一下 好 所以這幾種的厚薄度 都是一樣的嗎 這三款 厚薄度一般超耐磨 可以用這個嗎 它的整個厚度會比較薄 這個可以嗎 我用這個可以嗎 可以嗎 真的 這很接著鐵巾 是 用力 我就直接刮 刮花了你要買 真的嗎 你看 我根本是刮過去 它就這樣刮 有 還是有紋路 有沒有紋路 它是上了膝嗎 輕微 你看它有輕微 還是有紋路 可是如果你這樣手擦一擦 它在PVC 好像就沒有了 對不對 細看 除非你要趴在地板上這樣看 對不對 不然其實看不出來了 其他的可以刮嗎 其他就不行了對不對 其他的那個 使用的考量點是比較不一樣 好 這個是超耐磨 我們比較一下好了 那如果是海島型的木地板 海島型 好 來找一下海島型 這海島型 這兩個都海島型的 這個也是海島型 好 差別在哪裡 你刮看看好了 可以刮嗎 好 刮囉 海島型 海島型本來就不是超耐磨 你就刮下去 真的 很明顯 然後我再刮 你看它其實差異就看得出來了 對 你看這邊幾乎你手上 一個超耐磨的話 基本上是看不太出來紋路的 可是問題是 海島型的話就出現了紋路 是 它本身的功用本來就不一樣 我們必須這樣子講說 它本來的功用本來就不一樣 如果你是本身自己很怕 那種刮痕的 像我就很怕 我就說 我不太敢用木地板的原因 但我也覺得說 像邵花他們講的都對 就是它有溫暖的感覺 它其實是到了這個空間裡面 它會放下心來的 就放輕鬆了這樣 可是問題是我很擔心說 我一個東西不小心 男生都是很大動作 拖椅子什麼的 刮出痕跡來的話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那你就可能不能選這個所謂的 是 海島型的木地板 對 我這邊跟各位觀眾說明一下 海島型木地板早期呢 我們是做平面的處理 平面 就像這樣 平面的 整個面很平 那這樣剛剛晶晶有做實驗 輕輕一刮 它一個痕跡很明顯 對 那刮痡之後怎麼辦 我們會想用漆去把它點 那點了之後呢 浴蓋彌髒 反而它更明顯 更加明顯 因為它是平的 對 後來就發展出 所謂的手刮地板 就它表面本來就不平了 所以你去 你去刮它也沒關係 它表面本來就是要凹凸面的 有凹凸面的 對 要看側面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樣子 我們這樣平整的 給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你看它做的是這樣子 凹凸面 有沒有 它其實是 它其實不是平的 它有一個手刮的痕跡 對 這個很像是木紋的痕跡吧 是木紋嗎 木紋本身也有痕跡 對 然後再加上 有一些凹槽 我就是說這種地板難清啊 對不對 這種地板 感覺起來好像就很難把它擦出來了 這種地板反而是好輕 真的 而且是 像我們會掉頭髮 女生掉頭髮 如果是在純白的平面地板 一根頭髮很明顯 那手刮地板呢 第一它就是 有做那種凹凸面的處理 然後表面這種鋼刷紋的處理 等於是它有一點點遮瑕的作用 那就不要選這麼白的就好了 是 那所以台灣來講 是不是比較適合像這樣海島型的 因為很多人都講說 這樣好像變成一個常識 大家都講說台灣適合海島型的木地板 為什麼 它的優點是哪裡 缺點是什麼 台灣是所謂的海島型國家 那要辨別這三種地板 我這邊有帶來 這個是什麼 一個是石木地板 這個是石木的 感覺像就很厚很紮實 石木我好害怕 人家都講石木很不好用 是不是 比較容易變形 變形 我家就是這種 為什麼 廁所附近的時候真的有變形過 可是它是最貴的 表示你很有錢 你剛剛說我的祕密了 就是架叉盜影秀我爸 小宇宙你在炫富 是 怎麼說它 我們從面材 從表面可能很難看出 它是石木還海島 但從側面就很容易分辨出來 就從它的結構來看 整塊 整塊的 它就是整塊的木頭 整塊的木頭 是整塊的木頭 整塊的木頭 那因為木材本身的特性 它就容易會受潮 會變形 如果在水氣來不及排泄之前 它累積太多水氣 它就會熱脹人手 會撲起來 對 會導致變形 那個撲起來是因為木材本身 還是說施工技法的關係 是木材本身 那還有一個就是 木材的它的大小 是 我們早期的時候 其實看到很多豪宅裡面的 那個蔡總應該知道 豪宅裡面的房子 都會用那種木料的地板 而且它是做人字型的 早期是不是這樣子 它也是木頭的 也是做這樣的 可是我看那個好像也是全石木 那你有沒有看它會撲起來 應該來說 石木它不見得說 它就一定會撲起來 但是它撲起來的機率比較高 是機率比較高 剛剛設計師講 這個石木地板的話 它本身從林場砍下來之後 本身木頭裡面就含水率 30%到40% 可是台灣這個海島國家 它的濕度比是在12%左右 基本上北部地區跟南部地區 濕度就不會不一樣 加上這個木頭 說實在的 它本身它是屬於整個 紋路是直紋的 如果說你在剖片完之後 它實際一直在受草情況之下 比如說它本身製造過程 含水量比較高 結果放在南部比較乾燥的地方 水氣蒸發 木板就怎樣 就變形 又縮縮 結果現在放在基隆的地方 如果是太乾燥的木頭 比如說它含水率是只有11% 它就會送到基隆 之後之度比是15% 馬上就是膨脹 自己說跟它講 人自行就是施工過程而已 本身現在因為石木地板 在早期的時候 因為它取得這個樹很容易 可是目前一直破壞這個大地的環境 因為把子孫的一個財產拿來使用了 都要焰化出這個海島地板來 是 就節省 也是環保的概念去做這個 這個海島地板 就是你剛剛看到的 其實就是從側面看就不一樣 跟剛剛的石木 對不對 你看這樣 我剛剛先補充一下 那個石木地板會不會變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石木地板它在製造過程當中 它會經過所謂的乾燥處理 就是因應北中南不同的氣候 那乾燥處理 它會放到乾燥機裡去處理 然後再拿出來 跟大氣再融合一下 讓它回潮 適應一下環境 適應一下環境 它會來回好幾次 要來回 很麻煩 很麻煩 等於是很麻煩 要乾燥之後再回牢 就是溫室出來 溫室出來那種感覺 那它跟海島型的 那個木地板的話 差異在哪裡 那海島 就是因為石木地板 有這種熱脹冷縮 容易變形的缺點 然後於是就廠商 開始就發明了這所謂的 海島型地板 我們從側面看 它就是一層一層疊上去的 是這樣嗎 它是比較像是幾層板 上面這一層 比較深色的是石木皮 石木的厚皮 所以最上面這一層是石木皮 它還是石木皮在上面 還是石木皮 等於是把石木地板縮小 讓它的物理特性降到最低 然後下面是使用甲板 它總共幾層甲板 甲板來說 一般來說有五到九層都有可能 對 那是不是甲板越多的話 它代表它的品質 或者各方面的調整越好 它的抗潮性越佳 因為甲板的製作結構 它是激素層跟偶素層 是不同方向 是垂直的 第一層 它是垂直 它是垂直交替的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因為木質纖維遇到水之後 它會有可能會產生作用 木質纖維會產生一個拉力 你如果說是同一個方向的話 它就會往同一個方向去變形 它是不是有兩個十字交點 它就會互相置衡一下 互相置衡一下這樣 對 所以這個是海島型木地板 是 可是我又發現了 海島型木地板 而且你看 我們現場光看到海島型木地板 這麼多 它其實也是800款 那我要怎麼選 如果海島型來講 我們從側面 可以看出表層的石木皮的厚度 當然石木皮越厚 那個價值性就是越高 所以等於是從厚度去選擇它 我要直接跟廠商講說 我要多厚的嗎 廠商會跟你講 你要幾百條的 幾百條 幾百條 什麼叫做幾百條 什麼意思 條數就是 測量這個木皮厚度的單位 1mm等於100條 上面最上面的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 好 那標準是在多少 這個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 從60條到300條都有人做 所以等於是 量身訂做可以這樣做 天花板還有做到60條 天花板還有做到60條 對 那個海島型的地板 60條的海島型地板 去做到天花板的平接 所以這個木地板 有很多的眉角在裡面 像我們知道說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剛剛講到的 它要乾燥嘛 還有一些狀況就是 你這個黏合 是不是也會有可能 因為我們之前最怕的 就是地板有甲醛的問題 對 這個黏合的黏著劑 是不是變成你黏越多層 這個風險就越高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當然在甲板的製作過程當中 它必須一定要上膠 是 那膠裡面多多少少都會有 甲醛的含量 對 那這個甲醛含量 如果說 其實我們空氣中 就有油理甲醛 我們現在在呼吸 其實就有甲醛 就有甲醛了 對 它自然界有微量的甲醛 是 就像我們吃烤肉 它有自來物質 但不見得會自來 就是說人體會自然把它代謝掉 有病的量就是 對 所以選擇的話有一個 台灣所謂的很養甲醛的 一個規範 就是所謂的F1 F3 用這樣的方式 那我要怎麼看呢 那怎麼看呢 我這邊有帶來一塊 好 來 我們給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其實是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不是地板 這一個是 木皮板 木皮板 對 用在什麼地方呢 可是木皮板 也要看一下它裡面 來 怎麼看 來 我們看一下 後面 木皮板一般是在 裝修我們的衣�櫥櫃 包括門片 貼在門片上面 對 就是貼在表皮的那一層嗎 對 我本來以為木皮板很薄 結果它這個也滿厚的耶 它的厚薄度不見得一樣 一般都是在差不多 一般都是在 差不多 1mm上下 對 3mm 那我要怎麼看 這個有沒有含甲醛 你剛剛說的這個 剛剛講的就是 甲醛含量 跟我們剛剛 西端蓋一樣 後面都有 所謂的標章認證 就是還是要翻開看它背面 對 還是要翻開背面 一般市售的甲醛含量 是在F3 但是F3的甲醛含量 對人體還是會有一定的傷害 那要到沒有傷害 就是比較安全的規範 要選擇F1的甲板 我們這邊看一下 好 看哪裡 這邊 這邊有 就是看這個F1 F1 對 這裡有個數字 這裡F1 那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我們剛剛看天花板的時候 有沒有甲醛的問題 天花板會有嗎 還是甲醛 天花板是沒有 那個所謂的甲醛的問題 它沒有甲醛含量 它沒有甲醛含量 但是地板跟 因為它沒有膠 就木板 因為有膠 有膠 有膠 因為那個黏著劑 可是這個有黏著劑嗎 有 甲板 甲板一層 這個也是甲板 對 甲板一層一層 在膠合的過程中 一定要上膠 對 所以這個也是有 這個也是有 所以這個 這個是地板 那個金金士媽媽 所以她會 會考慮的比較多一點 我們真的考慮很多 就是甲醛的問題 然後空氣當中 會有甲醛的味道 是 是 所以我特別在挑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 原來可以看背面 但是我會特別 跟我的設計師講說 麻煩妳 我所有東西都不要有甲醛的 幫我用最高規格來做這樣 好 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施工方法 因為施工方法 也會影響到 整個地板的一個結構 那如果施工的不好 那很有可能會走在上面 滴滴乖乖 有直鋪的 平鋪的 以及架高的 我問一下這個老師 到底哪一個是現在通用的 而哪一個是施工方式 是比較不容易出現問題 你會建議哪一種 好 這個其實也是要回歸設計端 假設說你是新陳屋 當然沒有問題 你要怎麼設計都可以 如果你是舊屋翻新 它就有所謂的銜接面問題 比如說我這個 我這裡從磁磚要改成地板 但地板本身有一定厚度 但是我裝上去之後 我門打不開 卡住了那個門檔 變成門檔 對 這個時候它就有可能考量 會用直鋪的方式 然後一般比較通用的話 是平鋪 那這兩者的差異就在於 平鋪的地板下面有多放一個甲板 它有放了一個12mm的甲板 然後另外還會再放一個防潮布 靜音泡棉 所以它的施工工法其實是很多層的 然後再過來是接近那個地面 這樣子 所以比較建議的是平鋪是不是 架高這個是不是 比較容易出現聲音 它木地板底下的話 還會再架高 很多核式的話 是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理 應該來說 會選擇架高有幾種狀況 第一個就是你地面很不平整 非常不平整 有一些管路 如果我要去整平 可能要花一筆費用 那為了去省錢 我乾脆把它架高 我乾脆把它架高 跟天花板的感覺一樣 就是放低 然後變成一個平鋪 也是一個方法 這樣子可能搞不好 只是翻轉過來 變地板這樣做這樣而已 不過剛剛那個這個 我們的老師 手衝 對 手衝講說 都要看設計師 設計師覺得怎麼樣 其實像有時候 老無犯修來講的話 逼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很多管線都要更新 那管線更新的話 防止三、四十年 又把它打管線勾下去的話 間界會造成一個防止的破壞 所以說做到地面處理之下 直接做架高式地板 那架高式地板 就有幾個很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 它選擇的釘子 是不是不鏽鋼釘 如果不是不鏽鋼釘的話 一般鐵釘的話 實際受草的情況之下 鐵釘容易生鏽 斷裂的情況之下 五年八年後 就有所謂聲音的產生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重點是說 在結構支撐的過程裡面 它的底板 所謂的甲板 一個是裝飾材 底材跟結構材 那這個面材 這是設計師 配各種風格都OK 都是怎麼漂亮 可是沒了背後才是重點 底下的甲板 12mm以上 如果是架高的話 做到18mm 你越厚的話 相對於它收力就越夠 是不是越厚就越好 對 越厚越好 支撐力也越夠 腳材本身間距也近的情況之下 釘子又是不鏽鋼釘的話 甚至於跟底板結合的時候 磁鑽結合的時候 完全密合的情況之下 整個架高地板 它使用的那些 可以撐得非常非常久 今天學到好多 真的 好多每個都在裡面 真的 所以原來是看地板 看天花板 都要看背後 那我們現在還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其實不只這樣的一個建材 要特別注意 現在連家裡頭的這個設備 也都變得非常的智慧 這拖鞋竟然會自己走路 自動歸位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全能事務所 所有的人現在越來越注重 住的品質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裝潢要用到 非常不錯的一個材料之外 另外的話 現在還投入了智慧生活 對 而且你剛剛說 是越來越注重的生活品質 我覺得是越來越懶 對啊 除了有的東西 都要靠科技來幫忙解決 現在居然有一種 這個拖鞋 會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這種擺好 為什麼拖鞋 還會自己找到回家的路呢 這到底是怎麼設計的 趕快請再走 帶我們看一下 金金 你到日本的飯店 看到拖鞋自動歸位 你不要以為靈異事件 對啊 我會發現 真的科技 智慧家具 這個是日產汽車 最新的電動車 LIF的 自動它可以找車位 停車 然後炸車 把它應用在飯店裡面 那你一進去的話 這個拖鞋就排好 1號 2號 3號這樣排好 看你幾個人 迎接客人 你就感覺住這個飯店 太高級了 對 尊榮感都出來了 那你的桌子 這個墊子 也可以自動的歸位 墊子也會 一個按鍵 只要一個按鍵就好 那這裡面是這樣 比如這個拖鞋在這個地方 它跑還不能撞到別的 要經過什麼 圖像的處理 前面有沒有障礙物 閃過去 我應該走什麼樣的路徑 對不對 好厲害 好 那這裡面 我們看一下 它的結構是這樣 這個是拖鞋 下面大概有一個小輪子 然後這裡面 就有一些訊號 其實這就是什麼 你的飯店裡面 到處就要有感測器 感應到一個地方 如何歸位 那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這是一個設計 我覺得它最大的優點 就展現日本強大的科技 還有日本少子化 所以這個飯店裡面 我們小服務生少了 但是我透過這樣的科技 就很好 但是你不要說 這個拖鞋很好 我就帶回家 你們家沒有感測器 沒有 這個拿拖鞋回家 沒有用的 施展不開 可是這個輪子長在這邊 你穿的時候不是有一個 按摩 可以在那裡嗎 不是 有人就故意穿一些拖鞋 有一個給突出來 按摩一下 腳底按摩 對健康好 這樣講也是 智慧家具 然後讓你又健康 你還嫌什麼 但是在半夜看到 在那邊熟 真的會怕 會嚇到 這個是唯一的互作用 還有 這個是瑞士 洛商理工學院的實驗 你看過變形金剛 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過 你家裡的家具 也可以像變形金剛 一下子椅子 一下子桌子 對不對 一下子沙發 變來變去 它到底能夠變出什麼樣子 它可以轉彎變動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結構 它這裡面一個球一個球 叫智慧球 智慧球裡面它有勾 所以它可以連結 然後還有其他的板子 它就各種形狀的組合 變形金剛 那個白色勾勾會勾住他們 對 然後呢 這個智慧球裡面 它三軸的轉向 所以它可以移動 就是一個輪子 你以為是拼積木 還自己來拼拼拼 拼到嗎 流汗的對不對 還沒有拼不出來 自動走 所以這裡的智慧球 有一個無限的天線 對 它可以接受你的指令 好 我現在要做了 椅子就把你拼好 所以 剛剛剛剛講說變桌子 它就變桌子 對啊 就變形金剛 變椅子就變椅子 絕對不是自己組裝 它自己結構自己會跑出來就對了 對 下一個指令下去 你要桌子 馬上有桌子 你要掛鉤 馬上有掛鉤 變椅子 你要椅子 馬上有椅子 桌子也一樣 所以這個道理 其實跟那個拖鞋都一樣 對 就是要一個感測 然後圖像的處理 但是顯然這一個 我們說智能的家計 Room Boss 這個是更高級版 但是我覺得 對很多來講 這個我最想要 我這個我最喜歡 最厲害 我們要 尤其不要說 比如說女士 男生也最喜歡 對 自動摺衣機 你看一下 看我們講 鋼琴的烤漆 非常的高級 時尚感很高 然後呢 你衣服 把它丟進去 全自動的 然後呢 它就可以 最大的厲害就是 它自動可以辨識 你丟進去 你要自動摺衣 襯衫跟褲子 摺得黃是不一樣 它會自己辨別 它會辨識 你是襯衫還是褲子 甚至毛巾 它可以自動辨識 那各種不同的摺黃 就把它摺起來 這是真的還假的 還是只是想法而已呢 去年就開賣了 去年已經開始賣了 不便宜 他可以幫我洗 6萬塊 好 重點是 它可以連結APP 做服裝的管理 服裝管理 一層一層的嘛 你看 最後摺完了以後 我T恤放這一格 襯衫放這一格 褲子放這一格 把你歸類了嘛 這個應該會大賣吧 男人要不要 好瓜瓜的也好牌 所以懶的人 直接把它丟進去就好了 對 所以現在的這個 所謂的智慧科技的話呢 是製作人的 按摩 先給我家 自己安排 致電 按摩 按摩 口